好 我们开始讲解这一节的 现在看到的是19号楼 讲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看一下 你看这个 鼠标这个位置这儿是后胶带 那这个地方呢 从上往下 它也是后胶带 这肯定是 都是后胶带 但是它两个 你看一个是纯白的 一个是这个 斜条条的 那它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位置 这些呢 是我们的19号楼的一个主楼 主楼 然后呢 这边是我们的副楼 主楼呢 是地下室是副的三层 地上呢 是14层 而这个副楼呢 只有两层 大家想一下哦 论重量的话 就说是单位面积上承受的重量 那肯定是主楼 它的压力更大一些 而这副楼呢 它只是两层地下室 没有多少重量 那所以说呢 看看哦 当主楼 主楼与主楼之间 它有后胶带的时候 是这种情况 当主楼与副楼 它两个有交接的时候 它是这种纯白的 看这儿啊 这儿也是这个白的 到这儿呢 也是白的 这边呢 这边暂时没有 我们就以这儿为例 那么说呢 就说 当它这个 如果地基要是下沉的话 下沉 你看哦 那这个 它的压力不一样 那土字假说是稍微这个 往下下沉的话 肯定是主楼这儿会下沉 往下会下沉个 一公分啊 一两公分 然后呢 这个副楼这儿呢 可能会下沉到少一些 那么说呢 它称为这个啊 就称为是沉降式的后胶带 它有沉降 它防止 如果说这儿没有弄后胶带 那可能说是 它不就把这边的那个重力 就把这个混凝土之间掰断 拉出一个裂缝来 属于是沉降型的后胶带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它就属于是一个 跟它这个力就不一样了 这是一边下沉 一边不下沉 或者下沉的多 下沉的少 这边呢 论它两边重力一样啊 论下沉的话 两边同时都下沉了 那么说呢 这个后胶带呢 它只能说是这个伸缩型的 伸缩 它是水平上的一个力 水平上 然后你击我我击你 而这个呢 是这个下沉式的 一个力是往下的 一个力呢 是往上的 或者说往力 往下的少 一个往下的多 然后理解好这两个概念 刚刚咱们之前讲这个图纸呢 是讲到过乘台凉二 乘台凉二 然后啊 标注的这些呢 都是乘台凉二 那如果没标注的话 是多少呢 我们这儿啊 有纯红色的 一个文字说明 主楼高层范围外 这边这个外 未注明的凉都是地凉一 主楼高层基础范围内 未注明的乘台凉是乘台凉一 乘台凉一 所以说呢 这些啊 这儿标了就算了 不标的 这些 都是乘台凉一 乘台凉一 这些呢 都是乘台凉二 乘台凉二 乘台凉二 这些没标的啊 都是乘台凉二 OK 好 系好了 那这个啊 这儿跑了一个祝敦 乘台 我们先呢 先看一下咱们这个乘台 啊 长什么样子 刚才呢 专门去翻看了一些 啊 乘台的那个 钢筋龙的照片 同时在网上也找了一部分 然后呢 作为一个这个 参照 你看看啊 那时候我讲过 讲的 你看啊 它的第一根啊 第一个这个起始的 这个钢筋龙 你不可能一下子 第一根从这儿起来了 假如说这根啊 这是第一根 那这根省略了 那这个转角的位置啊 它就不牢固 所以说呢 第一根 你看这个转角的第一根 这个横向的第一根 和纵向的第一根 它两个方向的 它两个挨得很近 那这个水平的 这个环形的这个固定呢 和这边的纵向的 它两个又挨得很近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一下啊 它是几只孤 然后 我们要看这个 一圈 一根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是五只孤 我们要看的是同一个方向 你不能比方说 你说这个 你把这个 你把这根也给它放上去了 那这根就没有 没在它这个水平面之内 就不能算上 那你要是算上它的话 就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这边也两根的 那就是七根的 是吧 那就不合适 所以说这个是五只孤 它每个面呢 都是五只孤的形式 这个呢 就说是这个成台梁 成台的那个钢金龙 那有了这个钢金龙之后呢 它还有这个梁啊 有这个梁 梁呢 要穿过这个钢金龙 穿过 然后呢 交接的地方 用那个扎湿 进行一个绑扎起来 你看啊 地上这个都打的 有这个红油漆 打的这个标 这个做的啊 是很规范的 先放线 然后再打这个转角 之后呢 将来这个这个观摩 木工观摩的地方 还有这个钢金 放线的地方 钢金放线 和这个木工放线 它是两个 有的说啊 为了难省事 都是把这个木工 钢金龙放线 钢金龙放完线之后呢 它放的一般都是 这个梁的外边线 梁的这个外边线 然后那木工呢 木工说 你只要看好 确实它的一个保护层的厚度 它的这个边线往外 平移两公分 或者2.5公分 然后呢 就是木工的线 有的木工图难省事 它呢 就不自己放线了 它就依照钢金 钢金的 可是钢金的呢 将来这个钢金龙啊 一旦都是扎好之后呢 它这个钢金啊 密密麻麻的 就把这个线 可能给它这个挡住了 结果呢 这个木工 哎 关摩的时候呢 都是以这个钢金 向外平移多少 来定它的线 这样的话呢 就导致 如果它钢金扎的 不规范的话 那这个木工织出来的膜 它就歪歪扭扭的 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说呢 我们要以有自己的这个标准线 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是我在网上找到的另外一个啊 别的工地的这个三桩 这不是 这是四桩成台啊 一桩 两桩 三桩 四桩 四桩成台的一个结构 你看它这个钢金 跟咱们的那个三桩成台啊 是比较类似的 假如说你把这个钢金 这个钢金龙给它砍掉 然后呢 只看这三个 那就可以理解 它是一个三桩成台 三桩成台呢 将来它上面的柱子 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柱子往上走 现在呢 它是这种菱形的 菱形式的四桩成台结构 你看啊 它的钢金这个布置 监俊 监俊呢 这个也是说 做的不是很规范吧 有的地方偏大 有的地方偏小 但总体呢 只要说是 这个按图纸上计算的 需要有多少根 这个分布金和受离金 然后呢 根数能达到要求 这个呢 就不是问题 最多呢 说是监理说是 做工不规范 这个是武装成台 五个装 武装成台 这个呢 从这个 现在啊 还无法百分百确定 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结构 但是有点像那个 看到它这有这个 玉霾的一个螺栓 有玉霾螺栓 它这是四面放坡的一个形式 我不敢断定它是什么 但是面上看呢 有点像是鸡水井的感觉 鸡水井的话呢 也是有比较浅的 你看啊 这是一个 一个这个结构 这边又是一个结构 别人的功力 我不能断颜 我们只是拿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标准的啊 一二三四五 五之孤 它的一个 独立 它的一个成台的 钢金龙 它这是单装的成台 单装成台 从这个面上来看呢 这个图上来看啊 它这个钢 这个装的钢筋 钢筋有点少感觉 你看啊 看到这有一根 两根 然后这是三根 四根 五根 好像是从面上看 只有五根钢筋 这个还是比较偏少的 没有见过这么稀少的钢筋 这个啊 这个也是这个啊 两个装 你看 这个是管装 管装 管装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这个其实跟那个电线杆一样 就跟一个电线杆一样 你看它这个装 它这个装 咱们工地上这些装呢 都是这个地上打个洞 然后呢 钢筋龙放进去 胶管混凝土 是这种现胶的混凝土 现胶的这个装 而这个呢 它是预制好的 在工厂里面 提前就把这个装做好 做好之后呢 然后在工地上 用那个压装机 把这个管装给它压进去 这个装呢 你看中间是个孔洞 中间是孔洞 然后呢 四周才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在将来呢 胶混凝土的时候 是要把它中间这个孔洞 是要给它这个 浇灌上 浇灌上 然后呢 它这个装里面的钢筋 伸出来 和咱们这个成台 两庄成台的这个钢筋龙 给它这个 绑扎到一起 然后呢 四周呢 四周用的是这个钻器的 钻态模 钻态模 就是这个样子 看了图之后呢 还是很好理解的 好 循环 看了一圈了 哇 讲这个都讲了11分钟了 好 我们就先看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呢 就开始讲这个 成